北魏县门帝之死 北魏县门帝统治时期 朝廷始终存在着两种势力 一股是以冯太后为首的后派 一股是以县门帝为首的地台 虽然冯太后早已还政于县门帝 但是他的影子始终徘徊在朝廷 让县门帝始终不然放开手脚 为此县门帝无奈地善良 自己当了太阳皇 但是朝廷中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始终能解决 最终还是大爆发了 北京的大学周西元教授 为你讲述系列结构 千古以后之县门帝之死 上集我们讲到 在北魏朝廷里边存在着两股势力 这两股势力的结构性矛盾 它实际上是很难加以调和的 果然五年之后 终于大爆发了 孝文帝成名元年 就是公元476年 六月甲子日 就是杨历的7月13号 突然以孝文帝的名义 颁发皇帝诏 宣布中外戒严 中就是皇宫和京师 外就是京师以外 那就是全国了 戒严 这个戒严 它还不光是咱们现在这个戒严的意思 比如晚上你不能随便出来 是吧 等等 它是分京师县兵 就是把驻扎在京师平城的现有的军队分成三波 第一波分出来以后 把第一波调走 调离京师 然后第二波分出来以后 也调走 那么第三波就是留下了 很显然第三波是最可靠的 第一波是最不可靠的 之所以出现戒严撤军 这个动作显然是京师平城出现了紧急情况 朝廷发现有人企图兵变 是吧 有军队不可靠 有军队不可靠 所以才要把它调走啊 所以才要戒严啊 不管是京师的军队戒严 京师戒严 而且京外也戒严 换句话说 京外的军队也不得随便调动 尤其是不得向京师靠拢 好 那么到底是谁想发动兵变呢 从这个诏书本身啊 看不出来 可能有朋友想到 这不皇帝诏吗 这小皇帝啊 小皇帝那会儿多大 七岁十岁 哥到现在小学三年级 还没上四年级呢 是吧 这个皇帝诏啊 显然是太上皇 颁发的诏书 因为太上皇啊 他平常 要向全国 无论是调兵 无论是出征 无论是其他方面的 民政 经济方面的事情 通常啊 都是以皇帝诏的形式来进行 那小皇帝是个 是 是个形式 是吧 真正大权掌握在太上皇手里的 因此太上皇 有权 颁发 皇帝诏 可是 不像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冯太后 尽管他已经还政 于 皇帝 托把红好几年了 是吧 到这时候已经 已经差不多七年了 但是 他实际上 对朝政是有影响力的 这个皇帝 到没准儿就是冯太后 以皇帝的名义下的诏书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咱们要进一步探究 果然 过了七天 又发生了一件 更大的事情 新卫 太上皇帝崩 新卫就是六月新卫日 六月新卫日 就是杨历 七月二十日 就是说 在宣布京师平成 戒严的七天之后 太上皇帝 死了 哎呦 这个事来得有点 太巧了 那么当然大家 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 他怎么死的 卫书上有记载 六月爆崩 使有真毒之祸 就是太上皇 在六月新卫那天 突然驾崩 其实啊 他是毒死的 中毒死的 那么当然 大家马上会想到 中毒死 是自己不小心吃了有毒的东西 死了 或者自己喝了毒酒自杀了 还是被人下毒 被谋杀了 卫书啊 还有一条记载 啊 宪祖 暴崩 食言 太后 为之也 宪祖就是宪文帝 那时候就是太上皇 他突然死 当时的说法 都是 啊 当时人们都说 这是太后干的 换句话说 是太后 让人 下了毒酒 下了毒 啊 在酒里边下了毒 把他给嗨死了 由于卫书上的这个记载 1500多年来 他杀 这个他就是女子旁的他了 当然平常他杀都是单力人 是不是啊 男的女的都可包括 现在就是明确了 这是太后干了 啊 女子旁他 他杀之说 已经成为定论 不仅卫书上 这么说 而且历代史家 都沿袭这个说法 大名鼎鼎的 北宋大历史学家 大政治家司马光 他的名著 资质通建里边 说的就更具体了 魏冯太后 内行不正 以礼义之死 愿献祖 密刑争毒 哎呦 原因 手段 是吧 情绪 目的 结果 都有了 由于 冯太后 品德不好 啊 上述 皇帝死了以后 居然有情人了 内行不正吗 啊 不道德 结果呢 他的情人 被 宪文帝杀了 所以他怨恨 怨恨宪文帝 因此他秘密的 下了毒酒 把宪文帝 堵死了 连司马光都这么说了 那还 还用怀疑吗 不用怀疑了 1500年来 已经成为定论了 我不信 为什么 因为我看这个 卫书的 各种 记和 传 各种 文献 我发现啊 里边有 许多 矛盾 可说 疑点 重重 究竟 宪文帝 是怎么死的 需要我们 重新 审视 咱们一起来 考证一下 皇帝死可是天大的事情 他史书上一定会有许多蛛丝马迹 我们现在把这东西整个来捋一捋以后 你就会发现 宪文帝之死 这个太上皇托巴红之死 不是他杀 而是自杀 卫书虽然记载了宪文帝之死 但其作者都不太确定 很让人声音 百家讲坛正在摸出 千古一后之 宪文帝之死 在宪文帝之死这个问题上 各种文献都记载宪文帝是被蒙海和损杀 但周思源老师却认为 宪文帝他杀之说疑点重重 那么周老师的证据是什么呢 有五大疑点 第一条 提出 托巴红是冯太后读死的这个说法的人 最早是谁呢 最早就是魏书的作者魏收 可是魏书的作者自己就不确定 他的说法不确定 魏书的材料主要有两条 一条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皇后传里面 魏收说的 宪主鲍崩 十言太后为之也 第二条材料 就是在魏书天相志 就是记录天文现象的 描述天文现象的里边 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这个材料特别重要 而且极其具体 这个天相志啊 他在公元476年 就是成明元年 那一部分的记载里面 他提到了那一年的春天 出现了好几个天文现象 最突出的就是出现了月时 另外呢 还有某一个星星 进入了某一个星座 那么他在描述了这些天文现象之后啊 天相之说 结后妃之辙 也 天若言曰 母后之性 己冠淫以 意思就是说 这些天文现象 都意味着什么呢 都意味着说啊 后宫 由于那些皇后妃子 她们造孽 她们干坏事 她说老天爷啊 仿佛在警告我们 在警告朝廷 后妃干的坏事 恶贯满盈啊 几乎要 达到几点啊 那当然我们想 这个老天爷不警告了吗 那警告以后朝廷 皇上怎么样啊 太常皇子 怎么个态度呢 人君 望族考之夜 慕辟夫之孝 其如宗寺和 事实 现文不误 至六月暴风 时有争毒之祸 人君 人君本来是指皇帝 那现在皇帝很小啊 十岁才十岁 这个人君显然就指太常皇 啊 太常皇啊 他忘记了祖宗考 就是父皇 啊 父亲 他忘记了祖宗 父皇 交给他保护 设计江山的重任 他要干嘛 他要当孝子 他羡慕普通老百姓那样 要当孝子 对母后要孝顺 要恭敬 他对 对宗庙 对祭祀 就是说 他对祖宗的事业 没放在心上 他这时候啊 宪文不悟 这时候 宪文帝 就是太常皇 他不觉悟 他没有认真的注意 老天爷的警告 也没有听取别人的劝告 结果呢 到了六月 这个新位的时候 他突然死了 实际上就是被毒死了 天相志的这个记载啊 有三个要点 第一 老天警告 第二 后非造灭 第三 皇帝不悟 为什么不悟啊 因为他 叫张孝子 他孝顺 他孝顺谁啊 孝顺太后 好 那么我们说 把天相志 以及其他的内容 结合起来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五大疑点 一大疑点 魏书作者 自己就不肯定 为什么这么说 魏书 说的什么话 魏书说 六月爆崩 十言太后为之也 有十言 和没十言 可大不一样啊 如果说六月爆崩 就是六月 新位那天 六月份 太上皇突然死了 太后为之也 是太后干的 是太后把他害死了 这 这是魏书的结论 魏书不是那么写的 十言 当时的说法是 当时流传的说法是 是太后干的 那你的看法怎么样 他没说 这很值得注意啊 为什么值得注意 魏书啊 内容非常丰富 魏书是这个 中国二十四史里头啊 就是 文字比较多的一部 那 跟他那个同时代 比他晚一点的 有好几部史书啊 都没啥那么多 这个魏书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 宪文帝死之前 北魏 已经出现过 好几个皇帝被杀的 事情 皇帝如何被杀 为什么被杀 是谁干的 谁是从谋 采取什么手段 皇帝被害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呦 记载的那个清楚 明白 详细 肯定 那简直就 没得说 咱们举几个例子 北魏建国的第一个皇帝 道武帝 托巴龟 他就是被杀的 被害死的 被谁害死 被他16岁的 儿子 清河王托巴哨 害死的 当时怎么回事呢 这个托巴哨啊 虽然才16岁 可是从小就很坏 非常凶恶 坏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到那个大街上 随便拿弓箭 就射杀那个 这个老百姓的猪啊 狗啊 什么这些东西 你吧 这个道武帝啊 多次教训他 你是皇死 不能胡来 托巴哨 不听 不改 屡教不改 道武帝气得到什么程度 命令太监啊 把托巴哨 绑起来 掉到井里 注意啊 掉到井里 是脑袋冲下 脑袋冲下 掉到井里 惩罚他 这个托巴哨的 差点要死了 太监赶紧禀报 皇上 你再不放 这没气啊 道武帝 这才把他拉上来 让人把他拉上来 可托巴哨 依然 烈性不改 完了呢 托巴哨的母亲啊 就那个贺夫人 就长得特别漂亮 那个贺夫人 贺夫人啊 有一次因为啊 某一个事情 惹得 道武帝 非常生气 道武帝下令 把贺夫人 关起来 就打入冷宫 是吧 甚至在考虑啊 要不要赐死 这时候呢 贺夫人 让人秘密的 告诉托巴哨 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告诉儿子 说你怎么救我呢 就想法救我 结果啊 托巴哨 位书上 记载的非常详细 哨乃夜与上下 及患者庶人 御公犯境 左右逝御 忽冤 贼之 太子惊奇 求公道不惑 随报 托巴哨 就带了自己 王府的几个人 还有太监 总共在 就几个人 爬墙 爬到那个 太祖 道武帝 托巴龟的这个 这个宫里 结果爬墙进去呢 被这个 道武帝的警卫发现了 卫士发现了 那卫士就喊 反贼来了 这么一喊呢 道武帝托巴龟啊 从那个床上啊 惊醒了 可想而知 就是他们呢 当时已经到了 他的寝宫了 托巴龟惊醒过来呢 就马上想要拿刀啊 来抵抗 可是 他身边没有刀 也没有弓箭 于是他就 被害了 就被 被杀了 被他儿子带的人杀了 这还不算 你看多具体啊 时间地点 是吗 人数什么都都有 对不对 你看看 道武帝之死 用的文字啊 是 记载 县门帝之死的 几十倍 说的多详细 哪像这个县门帝之死 那么简单 这只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了 北魏第三个皇帝 太武帝 托巴涛不也是被害的吗 被谁害死的 被宗爱害死的 然后宗爱怎么害死大臣 宗爱怎么立南安王托巴鱼 然后宗爱又怎么样 害死南安王托巴鱼 是不是 那其中就讲到了 鱼遗之 随谋夺其权 爱愤怒 使小黄门 甲州等夜杀鱼 托巴鱼 当皇帝以后 觉得宗爱 是吧 简直控制不住了 所以他慢慢的消他的权利 宗爱非常愤怒 然后宗爱怎么想办法 让他到郊区的一个庙里边去 是吧 你看宗爱派谁去执行这个任务 让太监里面的有一个 他的官职小黄门 这个人姓甲明州 让他带了几个人 把托巴鱼刷了 记载也很多 很具体 可是 魏书里头 关于 县门帝 托巴鸿之词 就是 实言太后为之也 几个字 所以 这第一个意见 就是 魏书的作者 自己就不确定 县门帝是不是被冯太后堵死了 不但魏书的作者不肯定 还有很多疑点 也让这个结论站不住脚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千古以后之 县门帝之死 北威历史上的确出现过 不止一起 皇帝被杀的记载 不但记载详细 而且非常明确 但是 这不足以说明 县门帝的死 不是他杀 那么 周思源先生 还有什么证据呢 二大疑点 天象志 说法 不可信 为什么不可信呢 因为呀 汉魏以来 当然包括靖 包括这个南北朝 当时流行 什么学说呢 就是天人感应 就是说 天上出现某种天文现象 就意味着 人间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太阳 那当然是主阳了 太阴 就是月亮 月亮主阴 是吧 月时 就意味着 跟女人有关的祸水 将要发生 那么对于皇宫来说 那就是 后妃将要 对皇帝 对皇帝 太上皇将的造成祸害 采取某种危险的行动 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诞不惊的 咱们不说别的 你想这月时 发生月时 在多大地方都能看见 当然咱们现在有现代知识 可以知道 是不是 有时候你中国看见月时 连中东 连欧洲都能看见 对不对 那古代尽管 没有那么大的世界观念 但是古代的天下 也够大的了 怎么月时 偏偏就你这个北魏 皇宫会受到影响 那南朝呢 那么别的地区呢 它也会发生 这种女人带来的灾祸吗 它显然这种说法 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 把许多事情归咎于女性 这种观念是非常落后的 所以天象志这个记载不可信 而且还有一条 就是说 可能有人会注意到了 这天象志不可信 那魏首为什么给它搁进去 那他编这个魏首的时候 他要有志书 其中要有天象的部分 他就要把当时那些天文观察 天文官员所观察到的现象 他们的解释搁进来 他把那些东西搁进来 不等于他认可 不等于这是他的看法 何况这本身是不可信 第三大一点 行为主体与行为结果有矛盾 我们知道 在短短的八天之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在十三号到二十号 在头尾八天当中 发生了几件事情呢 几件大事 一 降噪 二 戒严 三 毒死 四 称治 第一件事 就是颁发皇帝诏 第二件事 就是戒严 戒严就是撤军 分三波撤军 第三件事 就是皇帝毒死了 第四件事 就是皇太后 冯太后 掌握了政权 第二次 临朝称治 也就是第二次 随便听政 后来说临朝听政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四件事 它的行为主体 分别是谁呢 降噪者 降噪者 就是戒严者 是不是 我们说 第一个是戒严者 他为什么要戒严呢 是因为发生 发现有人可能发动兵便 就是第二个行为主体 就是兵便者 第三个 就是毒死 那么 就是 毒死太上皇 毒死者 咱们到底是 他被毒死 还是自杀 哥哥再说 第四个 第四个 就是得权者 谁最后得到了这个权利 这四个行为主体当中 前三个现在都不清楚 都有两种可能 唯一清楚的 就是最后得到权利的 是临朝称治的冯太后 只有这第四个 只有这第四个 只有这第四个行为主体 是清楚的 跟结果是能够对得上的 前三个都不清楚 我们现在就可以从这第四个 临朝称治的冯太后这 把这件事作为切入点 来解开这个谜团 我们想 如果是冯太后 想要发动兵变 那么他 针对谁呢 显然是针对 太上皇 是不是 那么 就是说 冯太后如果要发动兵变 他针对着太上皇 那么太上皇 就肯定是 将皇帝赵的人 对不对 所以 将赵者 和兵变者 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对吧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利益 是根本矛盾的 冯太后如果是兵变者 那么降噪者 戒严者 就是太上皇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太上皇 他既然有权力 有能力 搬皇帝赵戒严 并且把不可靠的军队 统统给我撤走 他就会想到 是吧 冯太后不是 可能要发动兵变吗 他既然能把军队都撤走 他肯定会加强公众力量 把太后给我监视起来 不许出宫 对不对 甚至立即逮捕 甚至立即赐死 他有这个权力 他怎么会死呢 这个当中 行为主体和结果 他是有矛盾的 如果是反过来 是太上皇 想要发动兵变 那么搬皇帝赵的人 下令戒严的人 显然就是冯太后 对不对 因为从前面我们看 太上皇 他颁照戒严 没有这个可能 要不然他就不会死 所以冯太后发动兵变的 这个可能性就被排除了 因此 发动兵变的人 只能是太上皇 而这个企图被冯太后发现了 他感到了这个威胁 因此他以皇帝照的行事 下令建言 撤军 过了七天 县门帝托巴红 就是那时候太上皇 出于无奈 被迫 服毒自杀 所以想要发动兵变的人 只可能是太上皇 托巴红 第四大疑点 就是冯太后 没有必要 出此下车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皇帝照 是冯太后下的 是冯太后 以皇帝的名义 戒严 撤军 他既然有那么大的力量 他完全可以 不要采取 毒死 太上皇 这么一个 让他背上千古骂名的 下下之策 对不对 他有那么大的能耐 他下令 说 比如说 太上皇 重用 奸臣 企图 企图 危害 设计 废他 为什么什么王 囚禁在 某一个王府 甚至 废他为庶人 甚至 刺死 他都可以做 但是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废他为一个王 然后 把他软禁起来 他干嘛要干 那么笨的事情 在县门帝被毒死之前 曾发生了一场未遂兵变 那么这个未遂兵变 是怎么回事 县门帝之死 和他有关系吗 进行收看千古以后之 兵变主谋 在周思源老师看来 县门帝的死 疑点疼疼 单单把杀人的帽子 扣在冯海湖头上 有点不问是非了 那么 在县门帝之死 这个问题上 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呢 第五个疑点 是最重要的疑点 就是 政权巨变 吴波兰 按理说 戒严撤军就了不得了 这是大事了 紧接着又发生 太上皇爆轰 突然死了 而且还是被毒死的 这么大的事情 那整个朝廷都要沸腾了 后来太后又临朝称治 那你想 如果说这个事儿是太后干的话 托巴士子孙 那些皇叔们 那些 这个皇亲们 会干吗 当年盗武帝被杀 太子回来 他靠的什么力量 靠的就是他的另外的兄弟 宗室成员 大臣们联合起来 把这个清和 清和王托巴少 那时候他已经当皇帝了 当了几天了 把他给除掉了 那么宗爱也是如此 都是皇室和大臣联合起来 除掉 如果说这坏事儿的确是冯太后干的 朝臣会干吗 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 忠于皇室 我们可不能忘了 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 忠君跟爱国 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统一的 所以啊 如果说这事儿是冯太后干的 那么 好些皇室成员都是三十出头啊 二十几岁啊 而且他们都是封将大力 手握重兵啊 都是东南西北大将军 相当于现在大军区司令 省军区司令 每人手下都有数以万计的重兵 那还不起兵秦王 杀相经师 捉拿太后 是吧 朝臣也不干了 冯太后宣布 太上皇宏 是吧 皇帝年纪太小 我临朝称治 大家都接受了 为什么大家都接受了 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事儿的主要错误 是太上皇 拖八红 他是在兵变阴谋 暴露之后 出于无奈 被迫 被迫 服毒 自杀 所以大家才会 平静的 接受这个 现实 大家都意识到 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治谋 能力 胆时 过人的太后 亲自掌握朝政 是唯一的最好的选择 包括拖八市家族成员在内 他们也都知道 这是保卫拖八市政权 唯一的最好选择 当然底下不可能没有一些议论 但是 没有发生什么重大行动 更没有什么分裂内战之类的行为 所以整个政权交接 显得非常平静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因此 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 太上皇是自杀 而不是他杀 那么 要发动这么大的 一个兵变 最后弄的冯太后 只能出来 降召戒严 等等 拖八红绝对不可能 就是新闻帝拖八红 绝对不可能他一个人干的事情 他肯定要通过一些心腹 是吧 来指挥调动这些军队 进行策划 那么 在拖八红的心腹当中 谁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呢 请看下集 兵变主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